这个法门可以说 最初在华言会上所提倡 华言经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根本法来 这是华言眷属 这是华言的枝叶 好像一棵树一样 华言是根本 一切经那是从这个根本所生的枝叶 那么就是要的华言经在佛法里面所占的地位 华言经里面一共讲了两千多个法门 包括撇灭各种 他精大了 讲得详细讲得多 可是最后借规的是念佛法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都是华言求生西方净土 善财童子也是修的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 五十三参里面 虽然参访许多多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法门 善财童子接触他们之后 如如不动 还是一心念佛 不但到末后 文殊菩萨善财往生净土 而且菩萨以十大愿望到归以极乐 劝这些华葬会上所有的菩萨们 通通求生西方净落世界 看看这种景象是何等的庄严 所以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净土是整个佛法的归以处 不念佛 不求生净土 那太可惜了